好香喔 太煩了 其實我跟你說 這個木溪炒麵加上那個醬 真的 你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木溪炒麵 你到那個北方館子去吃的木溪炒麵 跟我們這個比起來小case 其實蘆薈真的是一個蠻好的東西 因為蘆薈也蠻貴的 其實蘆薈在我們膝上看起來 其實蘆薈它有鎮定神經的作用 它有安定神經鎮定的作用 所以像我們現在大家都很緊張 所以很多人都治癒神經失調 所以你多吃蘆薈的話 是可以讓你稍微比較鎮定一點點 而且蘆薈裡面還有維他命A B C E 它通通都有 所以其實是一個蠻好的食材 所以它就是因為會排毒 所以我們自然而然 你身體沒有毒素的話 自然而然你的氣色膚色就會漂亮 無毒麵會比麵線更好吃 而且更健康 我今天要做雙胃無毒麵 雙胃無毒麵 雙胃怎麼做呢 乾拌 木溪炒麵 荷蘭豆 然後這個 胡蘿蔔 還有木耳 對 還有就是打個三個蛋 這樣 確定要交給我 對 要火要大一點 可以啦 要開火 太可愛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麵體 它這個麵體是有 它很像刀削的感覺對不對 可是它有核葉邊 對 所以它這個鋸齒狀的這個邊邊 會吸附醬汁 跟吸附你炒的一些食材的風味 所以這樣子做出來的麵 會非常的好吃 其實我覺得這個麵 它雖然是方便麵 但是它真的是一個健康的方便麵 健康方便 因為我們一般都會說 方便麵的話很多防腐劑 是 它這個沒有防腐劑 完全沒有防腐劑 而且它是一個非常Q的 然後就是一個天然的一個 就是有機的製造的過程 好 那我們這個拌好的時候 就是我們可以給它一些 這個你應該會吧 切細細的 切細細的 很順目目嘛 對 OK 好 沒問題 那現在我們要順便炒麵嗎 要喔 要炒麵 對 炒麵 那我要放進去了嗎 放進去了 對 是不是很漂亮 喜歡吃辣椒 就再擺一些 就水噹噹了對不對 好 我們三顆蛋對不對 它那個醬汁 你快吃了 巴在上面 對 所以沒有很多 你看 對 你看 多麼誘人 真的 每一條都是油油亮亮的 對 那你要炒得好吃的時候 就是蛋先下去炒 蛋先下去炒 對 可以到了 可以到了 有很高溫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大力一點 你讓它好緊張喔 你真的沒有彈到邊 我剛剛講過 我們做菜的時候 香氣很重要 對 我就要讓它有一點燥灰燮 焦焦的 它的香味就會出來了 先把它裝起來 為什麼剛好是蛋要先裝起來 為什麼不可以一起炒 怕它太甜了 不是 這樣子就會散掉了 那我等一下最後加的時候 它最起碼還有一塊一塊的 比較漂亮 對 對 都下來了 現在裡面已經加了 青蒜了 然後還有紅蘿蔔絲跟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黃蘿蔔絲跟木耳絲 要把這個醬 倒進去煮這個 是 我們給它小一點 對 我們要把這個 加進來 好 再加一點麵湯 對 這個麵湯真的很好用的 在家裡 你可以把它 就煮一個 煮一個 蔬菜湯就可以了 很香 你看那個醬 很香耶 那個醬超香的 這個時候 來 OK 蛋下來了 好香喔 你看我們剛剛是不是都一直去炒過 是 所以那個蛋一定會 整個會散掉 可是我如果這個時候 我把蛋放進來的時候 我的蛋是非常的膨盤 OK 看起來就很漂亮 好大一盤 好大一盤 其實我跟你說 這個木溪炒麵加上那個醬 真的你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 木溪炒麵 你到那個北方館子去吃的 這個木溪炒麵跟我們這個比起來小case 真的 而且它完全沒有加任何醬料 它就是原來那一包醬料包 對 就加了一點鹽巴而已 對 鹽巴這裡都有啊 好 完成了 很豐盛 哇 木溪炒 好大怪的 這個麵真的好Q喔 你看 我試試看 我要把它撈起來 這個麵真的超級Q的 這個麵真的好吃 非常Q 你如果煮肉就炒都沒有爛爛的耶 沒有 還是很有嚼勁 很好吃 麻油的香氣 什麼東陵進捕 還要去吃一大鍋的那些 有固攤的 就直接吃這個 怎麼這樣啊 就直接吃這個麵就好啦 這個薑味的 麻油薑味的這個無毒麵就好啦 天然有機耶 其實你看一碗魚湯 然後一個無毒麵 對不對 這又是麻油薑的 那薑就是人體的廚師機 那我們平常就是 在這個秋冬季節變化的時候 你吃薑的話 就增強你的一個血液循環 會更有活力對不對 更增加抵抗力